大家好,这里是poppy 这次呢想来和大家分享一下procreate的一个小过程 然后这张图呢,我是想画一张比较有传天气息的图 我特别喜欢之前就是洞森樱花机里面的那个伞 所以想把它作为一个主要元素融入进去 最开始起稿的时候呢,构图我是直接改了之前另一张图的一个废弃方案 它是一个比较正的这样一个侧面,然后头有点微微上扬的感觉 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我对自己画的这个合幅的造型不是特别满意 所以我去找了一张参考图,然后重新画了一次 伞呢本来也是想稍微变通一下 看能不能在造型上显得比较这种翘翘的,然后更加对称一些 然后后来对比了一下还是觉得乖乖参考原来的造型比较好看 这里发生了一件特别搞笑的事情 我跟我妈看这张图,然后我问她觉得这个伞怎么样可不可爱 她说咦,这个人怎么脑袋上长了个机关子 我的天,真的,真的如果她不提的话我还没有发觉 好,现在我们这个线稿都已经整理好了,然后可以来上色了 我现在背景上铺了这样一个底色,一个从上到下粉色到浅绿色的渐变 其中粉色的部分比较多,因为毕竟是像表现中穿天的感觉 然后呢我是在人物的部分同样又铺了一层底色 并且又增加了一次渐变 我觉得这样会显得色彩比较复杂而且有变化性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另一层这个固有色 并且就是注意去改变这个线条的颜色 然后调整各个涂层的透明度,让它显得更加的和谐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来刻画这个光影 可以看见我想画的是从斜下方向这样一个 从斜下方向往上的这样一个光线 这里要注意不管是光还是影子都要跟着布料的这个结构走 不然会显得非常生硬 我这里画的非常慢其实 因为我真的不太擅长画这种逆光,大逆光 这边我用这个黄色就是光的颜色的喷枪 去喷了一下最亮的部分的周围 可以给它形成一个这种环境色样的东西 这样会显得亮的部分更亮 然后如果要去塑造氛围的话这样 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方式 只是说要去注意不要让它显得过分突入 要去随时去把握这个画面的整体感觉如何 到这里基本上这幅画就画完了 最后我在PS里面后期了一下 然后主要就是提升一下保护度假的一些资料之类的 那么这次感谢大家收看,拜拜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